进入洗了个澡 出来后 竟然不自觉的像狗一样甩 甩的比毛巾擦的都干净 这时候的小卷毛 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身体已经被改造了 早上晨跑 也能轻松的超越 以前总欺负他的老头 看见骑马的 也敢挑衅了 小卷毛上来这气人的劲 连马都受不了 这位大哥光顾着冲锋 也不看看道 果然已失败高中 一路小跑来到了公园 还有位心中的女神金发妹 正在跟金发妹攀谈的时候 竟然不自觉的 被旁边的斗狗球所吸引 强忍着控制住自己的身体 可这边一揉飞盘 算是控制不住了 本能的抢走了小花的玩具 金发妹看到他的反常行为 并没有惊恶 反而对小卷毛增添了很多好感 小卷毛的嗅觉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后级大厅 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顺着味就追了过去 然后来了一个恶虎扑石 死死的咬住了小胡子的护腿子 警犬的本能 百分之二百的发挥了出来 然后利用灵敏的嗅觉 成功的找出了 小胡子藏在身上的有害粉末 在一次大型的聚会上 小卷毛竟然听到了 二十米开外的远处 有人喊救命 一个鲤鱼大厅 直接扎进了池塘 像海豚一样 把落水的小孩顶出了水面 然后启动马达 快速的把小孩救了上来 因此上级还为了他 开了一次表彰大会 身体被改造以后 能力是变强了 但是副作用也是很大 经常会不受控制的 翻垃圾桶里的吃的 看见鱼杆里的鱼 直接一头扎进去 就开始用嘴来撕咬 这天出来执行任务 遇到一帮该溜子挑衅他 然后本能的开启了恶犬模式 成功的把该溜子给吓跑了 小卷毛改造完的后一阵 是越来越严重了 情绪不好的时候 会主动的去攻击人 到了晚上 月圆之夜 还会去猎杀农场里的牛 然后再次准备到一阵里的鱼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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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